今天是創意小載的首次活動 你知不知道甚麼是創意 創意, 即是創作新的意念 那寫作為甚麼要有創意 創意, 即是文章與眾不同 譬如有獨特的感受和見解感 說得對, 創意的根源是甚麼 想像力 你們根據這個圓圈想像一下 記住, 發揮想像力的要決是 自由、無拘和大膽 原理我聯想起, 在南極上空的臭氧空洞 天穿了洞, 怎麼辦 當我參加環保活動時 我會想像自己是補天的女禍 飛上南極的高空, 拿五彩石來補清天 都挺有創意 對, 發揮想像力其實有很多種方法 最常用的是聯想法 即是透過事物間相似或相關的特性去聯想 在聯想的基礎上想像出新的形象 看到圓, 我就聯想到三樓 小時候, 婆婆幫我釘樓 而我便幫她穿針 現在, 婆婆去天堂 都不知道誰幫她穿針 由圓聯想到三樓 再想像出天堂的情景 都挺生命 來吧, 小奇 原始我聯想到太陽 從而想像出一位 好像太陽 那樣燦爛 不行, 沒什麼新意 記住, 生泳獨特 是想像的基本要求 圓, 始我聯想到月亮 從而想像出蘇東坡在月下淫重 水調歌頭的情景 明月, 幾時有 把酒, 問清天 其實發揮想像力 除了聯想之外 還有其他方法輔助 譬如呢 譬如假設法 即是提出假如式的問題 來展開雙豐富的想像力 你試試看 假如有一天有一顆小行星 突然向地球飛撞而來 地球只剩下三天時間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運動中的星球是完的 假如人也是完的 會怎樣呢 對某個事物進行多方向 多角度的思考 就是多向思維 在這麼多思考方向裡 寫一個方向 是多數人的想法 和多數人的想法不同 甚至相反的想法 難道就是求意思維 還有創意的一定是求意思維 現在我講過連城杯的故事 但我只講上半節 你們就嘗試用多向和求意思維 逐捨換節 在古台的邊疆地方 有一個國家 經常受到鄰國的侵襲 年年戰爭 百姓都很渴求和平 聰明美麗的公主 協助老國王 經過多番努力 終於和敵國的王子 曼多 替結了和約 和子明天就要回國 是這一日 老國王和公主就設宴 為王子戰行了 這次我們兩國 能夠替結和約 化乾哥為玉伯 是社職之福 百姓之福 希望貴國 能夠記得我國的大恩大德 王子殿下 戰爭則兩敗俱傷 和約是雙方努力而成 又怎麼可以說是貴國的恩賜呢 和平得來不易 大家都應該要珍惜 至於功勞歸邊一邊 又有什麼重要呢 人黎 進走 乾杯 來 為永久的和平乾一杯 好 好 進 寶石燦爛 年金耀眼 奇珍二寶 這三個 是先祖遺留下來的國寶 連成杯 為了表示對和約的誠意 特別用來款待殿下你的 來 乾杯 乾杯 歌舞助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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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的?和平固然重要 但國保亦不能丟失 怎麼辦? 下面輪到你們接著說 從多向思維的角度來看 就可以有無數結局 但如果從求意思維的角度來看 就只有少數結局有創意 我想到了 這是我寫的題歌 黃子實在欺人太甚 我們不能再委曲求全 光閉下 在下應不勝酒力 就此告辭 殿下請留步 什麼事? 殿下有沒有聽過 不聞自取為之頭這句話?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請殿下將國保連成杯 放下以好酒 連成杯? 怎麼不見了? 誰這麼大膽 王子有沒有聽過 賊喊竹賊這句話? 公主竟然敢誣屈本王子是賊 我親眼所見 你還想抵賴? 公主 不見了 引來 退下 公主竟然敢誣屈本王子 看到 要賣第二杯 殿下請抉擇 一隻杯而已 有多厲害 給你 小心 為了一隻杯 竟然敢誣屈本王子 好 我們走 回去整頓兵馬 老師, 我做得好嗎? 你們構思 是多向思維的其中一個方向 發現自己的貴重物被偷了 當然要搶回來 老師, 那這個方向 是不是最平常 最多人想的方向? 沒錯 在多向思維裡 跟大多數人相同的想法 就沒有創意了 而且這樣做, 王子就下不了台 兩個就會重新開戰 就失去了維護和平的意 要以求意思維創出新意 就要選一條最少人走的路 我和小陳合文想了另一個結局 就從王子告辭說起 殿下請留步 本公主有一事想勞罰殿下 甚麼事呢? 殿下出相的年成 配不逆而飛 不知電械沒有察覺到 你真是珍國之寶 我又怎麽當庭偷竊呢? 還想抵賴? 如果不是你 難道是尊貴的王子嗎? 無謂多說 拖出去斬 冤王呀, 公主救命呀 冤王呀, 公主救命呀 冤王呀, 公主救命呀 做戲呀, 哭得差一點 豈有此理, 臨到死期呀 他也不肯認 立即將他斬首, 以警效由 請慢 看來貴國真是仲物輕人 王子你何出此言呢? 一隻杯再貴重都只不過是死物 人在悲善都是一條人命 仲死物而輕人命 還說要追求什麽和平呀 覺得真是精彩 確實有人仲死物輕人命 眼白白看著一個 這麼青春美麗的女孩 因為我是有機會 我採用到了 好, 我都從沒吃到馬上 不後再記住 我做了, 就能追求 你吃到馬上 可以追求 你也要追求 神奇之men 你會追求你 很棒, 你吃賣回了 我講完了, 算不算求以思維? 很多人都會想怎樣把杯拿回來 但令他自己拿出來這一點 就很少人會想到 這個應該是多向思維之中 最少人想到的方向 這個應該算求以思維了吧 求以思維的要決 既要在眾人意料之外 又要在情理之中 小爺的故事雖然出乎意料 但是, 情理方面還需要推考 難道王子出了問題? 當然了, 王子是比較野蠻、貪心的人 又怎會珍惜一個宮女的性命呢? 魚華, 到你講了 我的大江和小琴他們差不多 沒有了一隻杯, 國王也不知怎樣算好 公主就說他有辦法 最下應不勝酒力, 就此告辭 殿下你就這樣走, 真是有點掃興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公主幾年前出外遊歷 學了幾套西洋魔術回來 你真神奇 本王想叫他表演助興 但殿下你… 公主獻偽千載難逢 最下也很想見識一下 都是雕蟲小技, 南登大雅之堂 不過既然王子吩咐到 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西洋魔術不外乎都是變些東西出來 有甚麼稀奇的 如果公主有本事變些東西走的話 那在下就真是佩服了 變些東西走, 豈不是不問自取? 王子對這方面有興趣嗎? 在下只不過是想見識一下 好, 那就免為其難, 看著 公主, 你為甚麼蓋著殿下前面的桌子 父母, 王子要我變走些東西 王子殿下, 請問披風下面 甚麼東西最珍貴? 當然是練成杯 好 好, 邊 公主真是神乎其妓 這杯去了哪裏? 華之殿下, 練成杯 已經變了在你左手的三袖上 順利看看 對了, 公主果然神乎其妓 佩服佩服 看來練成杯不是國寶 公主才是無價之寶 好 慚愧, 我看和平才是無價之寶 可知自己拿出來, 但又不相和氣 又讓對方下台, 無損和人 在多向思維中, 這條路可能只有漁畫一個人走 好, 這就是真正的求意思維 那現在可以總結一下, 用求意思維來創意寫作的步驟 好, 先用多向思維法, 從不同的方向、角度 想出同一件事的不同開端、發展、高潮和結局 想出多種可能性之後, 跟著就是從中選一個最出乎意料又合情理的路向 那這個路向就最有創意了 嗯, 你們真的越來越厲害 故事還比較容易有創意 但我們平時寫的文章, 似乎很難有新意 譬如寫我的老師, 我和老師之類 全部都是寫老師怎樣關心同學 我的爸爸, 我的媽媽之類 都是寫父母關心子女 用求意思維, 應該怎樣構思 我想可以寫成同學關心老師 不像子女關心父母 應該這樣想, 你們回去試試 好啊, 好啊, 走吧 好想, 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